hello 欢迎学习这个爬充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跟大家讲到的 这个yourlab code当中的request的使用 就是有些时候 我们想在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需要添加一些任何的信息 那么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request来帮我们完成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又再跟大家讲一下 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 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样的出点 这叫proxy header的处理器 那么这个处理器是要能干嘛的呢 我们在讲这个处理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它有什么样的用处 大家想一下 如果我们在做爬充的时候 我们用同一个IP地址 就是用我们自己的那个IP地址 去访问我们需要爬充的那个网站 比如说去访问百度那个网站 那么如果我们做爬充的话 是不是我们希望这个数据 尽快的把它给爬下来了 对 那么我们可能的话 就是在一分钟之内 可能就会发送上百次请求 去请求百度的那个数据 对吧 那么百度的话 它也不是傻 对吧 它也能够的 它百度的符记的话 它肯定有一些这样的访问日志 或者是有一些这样的什么呢 流量统计的一些这样的东西 对吧 它一旦监测到你这个IP地址 就是同一个IP地址 就是你现在 你现在同一个电脑上面 你这个 不是你电脑上面 就是你这个电脑上面 对应的那个外网的IP地址 它监测到你这个IP地址 在一分钟之内 访问了上百次 那么的话 这个很明显 就不是人来进行访问的 对吧 你人一分钟之内 你有那么无聊 让在那里刷上百次的请求 对吧 这个的话是概率是比较小的 说的话 基本上百度的话 就可以认为你这个请求 就是一个爬虫来发出了的 那么既然你是一个爬虫的话 你是一个爬虫 就就对于我这个网站来讲 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吧 那么我就可以将你的这个IP地址 把它给封掉 加入黑名单当中 那么以后你再用这个IP地址 再去请求我这个网站的时候 那就不好意思了 因为我已经把你加入了黑名单了 我就不给你想应了 我就不给你返回数据了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爬虫来讲 是不太好的 对吧 因为一旦这个IP地址被禁掉了 那么爬虫就获取不到想要的数据了 好 那么这次的话 道高一指 磨合一杖 对吧 就是那个服务器 那个有反爬虫机制 那么我们的这个爬虫的话 也有反反爬虫机制 对吧 在我们的Pathom当中 想要去实现 就是说解决刚刚说到的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IP地址被禁掉了 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我们这次要跟大家讲的 这个ProxyHeading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的爬虫 就是在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使用一个代理 那么什么叫做代理呢 这个地方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代理 它的一个原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这个PPT这个图 好 比假如 假如现在的话 你是按照正常的请求 假如这个的话 是那个百度服务器 百度 百度服务器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正常的请求的话 你这个的话 是你的流浪器 你的那个IP地址 那么如果是正常的请求 你是会直接从这个IP地址上面 去请求百度服务器上面的数据 对 好 那么这个是正常的情况 那么如果这个东西上面 你是有放的一个爬虫上面不断的去请求我这个百度的服务器 那么现在百度服务器已经将你的这个IP地址把它给加入到黑米蛋了 那么以后你只能去请求这个服务器 服务器的话不会给你响应 或者是给你响应一些错误的数据给你 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意义了 对不对 没有意义了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代理 那么代理是怎么一回事呢 代理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的话 因为你不是已经把我这个IP地址把它给禁掉了吗 对吧 那么我就这个地方我就不去直接访问你了 我访问你 我是怎么访问的 我是首先先访问这个代理的这个服务器 先去访问这个代理的服务器 那么这个代理这个服务器的话 他又有自己的一个正能IP地址 然后的话我再让这个代理的这个服务器 再向百度去发送一个正能请求 那么此时的话 百度他接收到这个请求以后 他知道你这个IP地址是从这个 是你这个请求是从这个IP地址过来的 那么的话不是从刚刚那个IP地址过来的 那么我就认为你这个请求是一个正常的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数据再返回给这个 返回给他 返回给他以后 他再返回给他 那么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一个正能 间接获取数据的一个人的结果 一个人的需求 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代理他的一个这个原理 代理的一个原理 非常简单 好吧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东西来处理 来写这个代理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的话 在写代码之前 我们首先先对这个ProxyHandle的这个处理器 这个代码该怎么去写 我们来做个简单的了解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 首先的话 先使用这个Request下面的那个ProxyHandle的这个东西 然后这里边 我们再传入一个这样的代理进去 传入一个代理进去 那么这个代理的话 他的数据格式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字典的形式 字典的形式 那么这个字典的话 他传入的是一个什么呢 他这个字典的那个key 这个字典的那个key的话 传入的是一个 要么就是你当前这个代理 他能够支持的那个请求方式 比如说你这个代理 他只能支持那个httb请求 那么这个地方你就写个httb 那么如果他支持那个httbs 你就写个httbs 好吧 那么这个是就是你当前这个请求的方式 好吧 那么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value 就是这个字典当中的这个value 这个value的话 他首先前面这一段就是这个代理他代理服务器 他的那个ip地址 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 后面的话再更更 再更生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更的什么呢 更的是这个代理服务器 他能够接下来说的那个端口号 他那个端口号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你把这个代理给进去以后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代理这个东西 创建好一个proxyhandle 创建完这个handle以后 我们这个handle的话 他还不能去发送这个请求 他只是一个这样的处理器 就是说你才发送这个请求的时候 我会使用这个处理器来 来处理这个请求 那么真正的发送这个请求 还还需要通过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opener 就是这个opener 那么这个opener怎么去获取呢 我们通过这个request下面的一个工厂方法 就是builderopener 叫做builderopener 就是创建一个这样的opener 然后再把这个handle把它给传进去 传进去以后 这个地方他就创建了好了 一个这样的opener 拿到这个opener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会去调用这个opener方法 可以去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的 你们可以去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的 好 那么这里边我们这个代码稍微了解了一下 稍微了解了一下以后 这个代码如果大家先还不懂的话 没有关系 待会的话我会再重新带大家来协便 然后我们现在的话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代理 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代理 那么这个代理的话 现在在网上是有很多这种什么的代理服务商 代理服务商 那么我这个地方的话是列出了三个代理服务商 第一个的话是西次免费代理 这个代理服务商的话 他上面所有的代理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然后这个还是快代理 快代理的话 他上面也有免费的 也有付费的 当然我们这地方说的免费和付费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说一点 免费有句话说的比较好 是吧 免费无好货 那么这个代理的话 同样也是 这个免费的代理 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用的 但是的话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不可用的 就是说不稳定 就是这个免费的代理 它是不稳定的 这是另一点 第二点的话 这个免费的代理 因为很多人在用 所有的话 它的那个响应的速度的话 是比较慢的 是比较慢的 那么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写这个爬出的话 就千万不要去使用那个免费的代理 你也不差这两 这一两块钱 你公司里面也不差这两块钱 对吧 你去用这个免费的代理的话 到时候的话 你这个爬出的话 这个效率特别慢 而且经常要去发生 抛出这种逆伤 你要去处理 对吧 那么的话就没那么好 那么我们在公司里面写这种爬出的话 就去购买那些 有质量的一些这样的代理IP 好吧 好 那么我们 接下来还有一个代理 这个的话也跟这个快代理 有点那似 就是一个免费的 一个付费的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话 因为这个西斯免费代理的话 上面是所有的都是免费的 所有的话 它上面那些IP的话 都不是很稳定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快代理 上面的免费代理 来跟大家讲讲吧 那么我们这地方好 跟大家收课的话 跟大家讲课 我们就只要教大家 如果就使用这个代理就可以了 那么至于这个代理是免费的 还是付费的 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 到时候的话 大家在公司里面再去用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收课 我们就用这个免费的代理 来跟大家讲 好了 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然后会进入到我们这个什么的 快代理的那个官网 快代理 好 那么这边的话是有那个开放代理 对吧 开放代理 开放代理下面的话 就是所有的都是那个什么的 免费的代理 免费代理 我们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里面的话 是有一些这样的IP地址 以及端高 以及它的那个类型 就是你可以使用那个HTV 或者是那个SBS 然后的话 这个地方还是支持你这个GAT的请求 以及那个FALSE的请求 还是那个位置 还是响应速度 是吧 还有最后验证时间 最后验证时间 就是验证这个代理可不可用 代理可不可用 那么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取前面这个比较好一点 对吧 取前面这个的话 就是最最经验证可用的 那么它可用的概率是比较大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就用这个快代 就用这个快代里面的这个免费代理 好吧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派上 那的话我们来带大家来写这个代码 那么我们在讲解这个 使用这个代理之前 我们首先要跟 我们首先的话 就是说我们在写这个代码之前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现在的话 我们要去发送那个网络请求 对吧 那么我们应该要给哪一个网站 给哪一个UR发送那个请求呢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因为我 因为我 我要去验证下 我这个使用代理以后 这个IP地址有没有被改变 对吧 那么如果我去访问百度 去访问谷歌 去访问腾讯 那么的话 他们上面是不是不会把这个IP地址 访回给我 对 那么我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最好的方式的话 是能够访问到一个服务器 他那个服务器上面直接可以把我的那个IP地址把它给打印出来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非常好的一个人的网址 叫做什么呢 就是http 并 啊 http 啊 http 啊 http并 这个网址的话 它是专门用来测试你的这个http请求的 啊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可以看到有一个URL叫做IP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来到这个URL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边显示的 就是打印了你当心这个 呃 就是你当心这个 你当心这个电脑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电脑 我所对应外面的那个外网的那个IP地址啊 外网的那个IP地址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你没有使用代理的情况下 它的那个IP地址没有使用代理情况下的那个IP地址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就回到我们的这个代理当中 然后我们去向这个URL发送的一个请求 我们首先的话先跟大家做两种做两种啊 第一种的话就是如果我不使用这个代理 看一下它这个IP地址是不是这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使用这个代理 它这个IP地址会不会还是这个样子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边啊 那是from下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呃 URLAB URLAB inprod 像这个request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首先的话先来写第一版 就是不使用这个IP代理的啊 不使用这个代理的好吧 那么就是URL的话就等于这个东西啊 然后把这个拿过来啊 我们加C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是 我们加V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调用这个request里面那个URL open就打开对吧 request.URL open 然后把这个URL给进去啊 那么接下来这个地方它就会返回一个响应对吧 ISP等于这个东西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印一下RSP点那个READ啊 IAD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就是啊 没有使用代理的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番用键来运一下啊 用键来运一下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它就打印出了你当前的这个IP地址 对吧 就是101105点5点3点5点53点253点253点167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外网的那个IP地址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使用一下这个代理啊 再来使用这个代理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使用这个代理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啊 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啊 使用代理的对吧 呃 使用代理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约跟大家列出几个步骤出来啊 第一个步骤的话 就是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request下面那个啊 或者我们直接写 就是proxyproxy啊 handle的 hndl一啊 使用这个东西构置进啊 一个handle的啊 呃 传入啊 传入代理啊 构建一个handle的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是那个什么呢 然后的话使用什么的使用上面啊 上面创建的那个什么的handle的啊 创建呃构建构建一个什么的opener啊 opener啊 第三点的话是什么呢 使用opener啊 opener啊 拒之呢啊 发送一个请求对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步骤啊 好 首先的话第一点就是我们创建一个proxyhandle的一个对象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 我先把下面把它给关掉啊 下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就定一个对象叫做sandlehandle 你这个什么呢 proxyhandle proxyhandle 这一般就使用那个htv翻译就可以的 好吧 毕竟htvs它是经过加密的 说的话 它的那个速度很会更慢一点啊 sv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 哎 接下来第二个的话 guide的话就是这个ip地址 以及它所对应的那个端号对吧 就是这个网号 再加上这个端号8010啊 那么的话就是8010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构建完这个heden的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穿一个opener啊 opener一按一按一按 等这个时候呢 request下面有一个叫做buildopener啊 再把这个heden的把它给传进去 好吧 好 传完以后 接下来我们第三个的话 继续发生一个请求啊 那么就是opener opener.open啊 点open 然后把这个ur把它给给进去啊 那么ur的话就是我们上面这个啊 好 然后是把这个ur给进去啊 那么接下来 它也是反复一个isb response的对象 好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打一下isb 点那个什么呢 readreadread ad啊 可能加索子价啊 然后可能加运一下啊 呃这个免费代理不带稳定啊 当时的话现在这个代理还是比较好用的 对吧 之前我们的这个ip地址是110.54.253.167 现在这个ip地址变成了多少呢 是变成了223.241.78.43啊 对吧 那么这样你把你使用的这个代理以后啊 就是现在啊 现在站在这个啊 ihttp病这个网址 我这个网这个网上台来讲的话 他获取到的你这个ip地址是这个ip地址 那么这样的话 他是不是不知道你真实的那个ip地址 不知道你真实的这个ip地址 那么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啊 那个叫做门红过关了 或者叫做叫做什么呢 对吧 就是我去请你这个数据的时候 你不知道我真实的身份 对吧 你只知道我这个假的身份 我这个什么呢 经过这个这个假的身份 经过这个代理的这个身份 对吧 啊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达到一种这样的什么呢 啊 隐藏的目的啊 隐藏的目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理的使用方式啊 好 那么这个我们要再跟大家多说一点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话是啊 使用这个代理的方式 我们是比较麻烦 对吧 就是先要构定一个hands的 然后再穿一个open了 对吧 那么其实啊 其实的话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这种方式啊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这个ur open 去打开一个ur的话 是不是直接调用这个ur open啊 不需要先穿击一个hands 不需要穿击一个open了 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数据把它给拿出来 对 那么其实啊 其实上面这种ur open的直接可以把这个数据把它给拿出来 可以直接把这个ur上面的数据把它给请求下来 不是说这个ur open的 它有什么啊 其他的那个特权啊 它其实这个底层的话 它也是根据这种方式来做的 它也是先穿一个hands的 然后再根据这个hands的 再去穿一个open的 再使用这个open的 去穿一个open的 去open这个行数 明白是吧 它底层其实也是这样做的啊 我们把光标放在我们的这个上面 口的下边进去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把鼠标滚动到下面啊 可以看一下啊 这地方可以看到是吧 它这个地方的话 是不是首先也是穿一个hands的吧 对吧 就是如果你使用的是那个htvs请求 那么的话 它就使用这个htvshands的这个东西 穿一个hands的 穿完这个hands的以后 它再使用这个hands的 穿一个真的open的 对吧 创建完这个open的以后 它在这个地方再掉这个什么呢 open这个行数 把它给 把这个数据把它给获取回来 对 所以的话 我们的 在我们的这个urlab这个步当中 你要去发生一个请求 其实 它的这个步骤 就应该分为以上这三步 就是就应该分为以上这三步 首先创建一个hands的 然后再创建 然后再构建一个open的 再用这个open的 就发生一个open啊 那么之前 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个uropen 可以这么发明呢 其实就是因为这个uropen 它给我们底层 给我们进行封转好了 所以我们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一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笔记当中 跟大家来做个笔记啊 之前那些东西的话 我没有做笔记 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教育当中 已经跟大家讲的比较清楚了 所以我就没有做笔记啊 那么这几个 这个prosy 第一点是什么呢 代理啊 代理是可以啊 代理 代理的原理啊 再请求真正 再请求 某 再请求某个目的 目的服务器之前啊 使用啊 先请求什么呢 先请求代理服务啊 服务器啊 然后让代理服务器啊 帮 然后让代理服务器去请求什么呢 目的服务器啊 目的服务器啊 不是 代理服务器拿到啊 拿到目的啊 拿到目的 网站吧 不然的话容易晕啊 在请求目的网站之前 先请求代理服务器 然后的话让代理服务器去请求目的网站啊 代理服务器来到目的网站的数据 后啊 再什么呢 再转发给我们自己 我们的代码啊 是这样的话 就是代理的原理 好吧 好 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 呃 这个病 这个 这个一万 好吧 就是这个 sdb 要是那个 sdb 要是那个 呃 sdb 并点 oig oig 这个啊 这个 呃 网站啊 可以 方便的 查看 我们的 可以方便的查看 sdb 请求啊 呃 的一些参数啊 可以方便的一些参数 对吧 呃 刚刚我们使用的是这个ip 这个网址 对吧 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比如说你还可以使用这个什么呢 使用这个get啊 使用这个get 那么这个get的话 它还有更加详细的一些这样的参数 对吧 比如说还有你的那个address 里面有这些ul 还有什么的useagent 还有这些东西 这些 还有cookie信息 对吧 还有你的那个 呃 请求的一些证的参数的啊 非常方便啊 非常方便啊 好 第三个的话就是发送什么的发送那个啊 使用代码啊 编写使用代码使用代码使用代码呃 在代码中使用代码对吧 封三步啊 封三步啊 第一步的话就是使用什么呢 使用这个呃 p r o u r u r lip下面的request i q e s 下面的ur啊 那个pr o s y pursy 那个h nd r h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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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入 传入一个 那个代理 传入一个代理啊 传入一个代理啊 这个代理是一个字典 对吧 字典的key 是一个什么的 字典的key 是一个是 sdb 啊 或者 sdb s啊 依赖于啊 那个代理服务器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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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收能够能够接收接收的方法啊 接收的那个stream啊 接收的那个类型吧 字典的key 依赖于啊 这个类型 一般是啊 一般是什么的 sdb 或是hbs 对吧 然后是 呃 直啊 直 直是啊 那个 ip 再加上 或的广告啊 啊 那么第二步的话就是什么呢 使用啊 上一步 创建 步骤啊 创建的 handle的 对吧 hndr 也黑了啊 呃 并且 呃 呃 身上不穿的黑了的 然后 呃 以及什么呢 以及那个啊 啊 ipu 下面的那个 bubu bild 第一啊 op 呃 啊 创建一个 opener 对象对吧 那么这是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就是什么呢 使用啊 上一步啊 的创建的 open的啊 不要用什么呢 open 行数啊 花旗 请就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一个实力代码吧 实力代码 留下啊 非常简单啊 好 然后把这个实力代码把他给拿过来啊 相忘的包要导入一下对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代理的这一部分我们就讲到这边啊 课下里面大家也是要跟着我的这个课程来啊 自己再去实践一下啊 只有实践的这个东西这个指点才是你自己的 否则的话永远只是停留在这个视频当中 永远只是停留在老师的那个脑袋当中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